大家好,我是五仔 嘩,Eason 又攻关灾难了?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我们的广播 今集有新主持加入 你求我这么久 你经常说想我在我的台开麦 你就自认自己的口才好 他好吗? 他销售是挺好的 我说我今天的主持 挺好的 广播也有待努力 说一下Eason 因为他本身很喜欢陈奕迅 他的头发型 他垫着陈奕迅的发型 Eason 最近在南京开演唱会 被人拿 终止 Fuck you Fuck you 陈奕迅这些很忌忌 他也是 一接触到外面有什么不信心 他就来了 他不是第一次了,陈奕迅有很多次了 那么我们不如听一下那位 这个是陈奕迅讯的粉丝 İng j questa èica 你聽不到會在五仔的台上聽到我的聲音 其實我求了五仔很久的了 給我錄一下吧 給我錄一下吧 起碼講了半年以上的了 我都已經 那麼今天五仔就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弟弟我跟大家講一講這個娛樂事件 那麼開始之前麻煩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拜託了 麻煩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這個陳奕迅 公關災難人人有 陳奕迅就特別多了 尤其是他說演唱會 不是演唱會 我們還有之前有沒有 新疆面 很多很多很多 那麼他自己都自嘲一下 在演唱會上 撈毛巾抹臉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疆來的 這些東西 那麼 我們又要講回陳奕迅呢 他一開始第一個公關災難 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個 就是加為爆一點點的公關災難 就是在之前DUO的演唱會 就說他的聲音爛到這樣 還拿出來 是不是騙觀眾錢啊 這樣子 那麼現在就說 陳奕迅啊 南京演唱會 被觀眾舉中指啊 說不用去到這麼厲害的 你去聽一個偶像的演唱會 或者他不是你的偶像 但是你買得飛入場聽演唱會 你也是欣賞這個歌手的 要去到舉中指啊 那麼就直接就說了 這件事就已經上了熱手了 嗯 那麼為什麼呢 就是原來在演唱會的時候 就被說到了 有指場內的觀眾向他舉中指 也有人要求他唱這個富士山下 那麼 那麼我想來到這裡說一說 什麼演唱會 在一個one down中途 可以要求別人 改歌唱歌 改了one down的嗎 你真的當自己去KTV嗎 在唱K嗎 去Liu Wei嗎 理論上來說不行的 別人的one down是這樣的 他一直run下去 是很暢順地進行整個表演項目的 當然 中途呢 我看他之前在中途 很多聊天的時候 其實也有觀眾要求他 紅館的時候也有 要求他 可以唱浮誇嗎 這樣 別人的Eason也是OK的 就算是半清唱的狀態 基本上也是清唱的 都會滿足到你的要求 但是你不是在中途的時候 突然加插 可以唱富士山下嗎 我覺得這個行徑是沒什麼禮貌的 還有這個演唱會 我有去看的 當然我不是去南京看的 他這個是巡迴的 應該跟我在香港看的one down是一樣的 不是一樣應該八九成像的 是不是 那他裡面的那些歌 都不是一些熱門的 層面上是很熱門的歌 他也是一些偏冷門的歌 所以 如果他是粉絲的話 你就可以很融入到 整個演唱會的氣氛 都很融入到 如果不是粉絲的話 其實你未必會有聽過 他的歌 他之前有一些比較冷門的歌 其實都是講禮貌的 即是那些 未及知識千得我意相賞 六字送我親人 全席祝福也有誰可啞人 那些 他也是講一些 做人要有禮貌 其實對於陳奕迅來說 他之前有做過訪問 都說 其實你有禮貌去做一些行為的時候 他都會盡量去配合 我們稍後會分析 他對觀眾的要求是什麼 就是要有禮貌 稍後我們再講講這個 就說 他令到他在演唱會 唱《任我行》的時候 途中受到干擾 舉宗旨 真的不太好 雖然你這個語言很國際 很聯繫 就說 他只可以背向觀眾 給你一個背部看 不是怎麼樣 我黑後黑臉 你就說我黑後黑臉 就不看到這塊臉 背向觀眾整理情緒 好 事發後 這件事 就立即在微博上廣傳了 也有大量 以陳奕迅 南京場觀眾的貼文就出現了 就傳說 Eason在唱《我們萬歲》的時候 就故意刪了日文字幕 所以有現場觀眾感到不滿 於是就向他舉宗旨 並要求他唱《富士山下》 那麼他刪了日文字幕 又 你們是不是想多了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這個 是吧 即是每一件事 人家做一些很細微的事情 一些細微的調整 都要這麼敏感嗎 不用 冷靜 Relax Relax 是吧 陳大師 知道吧 Eason之後 唱《任我行》的時候 就全程背對著觀眾了 有很多片段 都可以看到 Eason曾經想轉身面對大家 但可惜 最後都是選擇背對大家 唱完就罷走了 這樣的意思 那麼 他是不是想面對大家呢 還是那個場合應該要是背對的呢 那麼你突然舉宗旨 他不想看到你的宗旨 轉身面也沒有罵你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過陳奕迅 他是一些比較 藝術家脾氣一點的人 他即時那一下的決定 未必一定是最正確的 也同時間 顯得他那個 即時的應對 未必是這麼快 因為他可能也有些脾氣在那裡 不少網民 其實都是支持Eason 就說 藍經常的觀眾 的行為 就不是那麼好 認為不喜歡 這個歌list 因為他真的冷滿一點點 你不喜歡這個歌list 其實也不用去到 要舉宗旨這麼嚴重的 都是一個極無禮貌的行為 其實我也真的覺得是這樣的 你不喜歡這個歌list 不喜歡這個藝人 其實你不要進去看他的演唱會 其實我覺得你不看他 就已經是對這個藝人最大的 懲罰 一個藝人就是想要曝光 你也不去留意他 就已經是最大的懲罰 你不用做一些這樣的行為 好 更認為大家應該做一個有質素的觀眾 不少網民都安慰Eason 希望他可以盡快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不要讓氣氛弄得太尷尬 正如有觀眾呢 是做了一篇很長的留言 就說 Eason呢 其實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人 很明顯 這個就是一個作為Eason的忠實Fans的看法 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也是 半個Eason的Fans 我也是看陳奕迅大 聽陳奕迅大 即是他在Sherry Talk 我已經可以聽到現在 那我就 真的覺得 真的沒有口罰 他真的唱得挺厲害 無論他的聲音是怎樣 大家都說他的聲音是不及當年用的 是不是 無論他的聲音是怎樣 我也覺得 嗯不錯 我覺得陳奕迅可以 做到他 即是表現到他想表現的東西給大家 他唱歌是有感覺而唱出來的 好 那居然 他就說 這篇Fans的留言 就說 居然有人在場內 就舉起宗旨對著Eason拍照 正好呢 就給觀眾席的Eason 為什麼會給觀眾席的Eason 喂 Sorry 是給望向觀眾席的Eason 看到 這個人 就說 這個人有什麼心態 不喜歡看 就不要來看 浪費錢來搏眼球 這樣說 是啊 我剛才也說過 你不喜歡看 其實你可以大不了 你就不來看就行了 也有說 主辦方 為什麼不好好賣票 結果很多真的Fans 就搶不到票 很多人為了打卡而入場 那怎麼好好賣票呢 我就不明白他的要求了 就是你好好賣票 那怎麼可以令到 喂 我入場的時候有沒有考題 就是問一問 喂 他這首歌的第四句歌詞 第五個字寫什麼的 這樣子 沒有可能的 是不是 那麼 還說 他說最後 他有一段的 串笑歌在後面 很high 那個情況 那麼 有場內的人 就站起來跳舞 居然呢 就被十幾個保安圍住了 那就說 人家在享受的演唱會 都不行 你十幾個人 你覺得這樣圍住 一點都不會影響他們的心情嗎 這樣 是會影響的 當然會影響 他可能也是擔心危險性的事情 當然會影響 神經病 那麼 除了這宗公關災難之外 其實呢 我們記不記得 之前洪館呢 還沒有搞演唱會 接著會有些內地的粉絲 就過來問他 為什麼你不唱國語歌啊 其實我是很想聽你唱國語歌的喔 一首而已 為什麼不唱一首而已 再用普通話 跟他說 Eason 我是內地來的歌迷 啊 那麼就 有什麼特別呢 你來香港在洪館 他沒有唱國語歌 我不覺得呢 有什麼太太特別喔 是不是 這樣都可以說到 為什麼不唱國語歌 但是重點是什麼呢 那個演唱會呢 是有一首國語歌的喔 的確是有國語歌的喔 那麼當然啦 在陳奕迅來說呢 他被人家說他國語這個問題呢 都不是 新鮮的啦 哈哈 那麼就說到 在澳門 大家也知道 澳門那一宗很厲害的嘛 有觀眾啊 就叫Eason 就叫Eason order他的口吻 說他 張國語 張普通話 那麼Eason呢 啊 啊 立刻就 懶是搞笑的嘛 用泰文去打招呼回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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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收的卡那些 是吧 我不記得他說什麼鬼話 然後就說 I love speech Whatever the way and language I want 全場歡呼 啊 然後 他再用啊 普通話 去教訓那個觀眾 因為呢 為什麼呢 其實呢 這場演唱會 因為是巡迴演唱會 來的嘛 那麼這一站 他沒有用普通話說的原因 我只是猜的 不過 因為是澳門來的嘛 澳門大部分的語言 應該是廣東話來的 我去澳門這麼多次的經驗 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是講廣東話的 那麼 他講廣東話也很合理的 是不是 那麼他就說 用普通話去教訓觀眾 你可以說 麻煩你說國語 就比較好聽一點了 但是你是講國語 他就說了 他不是不懂得說國語 我可以說國語 可以說得很流利 但是你可以要求 他就說多謝啊 請啊 麻煩你啊 這樣子 Eason之後再用廣東話說 如果有人說 Speak English 我也是會叫他 shut up 其實你聽不明白 就算了 那麼糟糕 所以呢 這個故事呢 就是 看到Eason在表演的時候 對於觀眾呢 所有的禮貌 都是很注重的 你這樣對他舉宗旨呢 他真的整個背部 你看到 是很符合他的人物設定的嘛 整件事很合情合理啊 不過當然啦 Eason 在上次 叫他講國語 說其實你聽不明白 就算了 的事件之後 那當然是跪下了 他都要 他都要 賣碟的嘛 那麼他就說 向這個 傳媒表示 是我做得不好的 我應該做回自己的本份 就算是演出 我作為主導的 我不應該去影響到觀眾 因為這樣的話 如果我的情緒有影響 就會變成一個 都不是那麼好的 很糟糕 很糟糕的情緒 所以呢 這件事呢 我是需要好好地成長的 不可以放私人感情 在一個 演出上面 說不夠幾句 Eason 再次致歉 其實這樣呢 就不是那麼好的 對於觀眾呢 就是不公平的 立刻跪下 其實我覺得呢 你有一個感情 有一個 激動的情緒也好 個人懶人的情緒也好 在表演中的中途 是不可以的 但是 是無口非的 因為你唱歌 其實你是 在演繹自己的情緒 可以這麼說的 你是在表演中 在釋放自己的情緒 出來給觀眾 感受的 但是 你要好好地處理自己的情緒 就是可能你還沒有放開 會對於你的 情緒控制 以及表演 可能是會有影響的 當然啦 我不是一些專業級的歌手 我不知道是不是會有影響 我覺得會有機會 會有 是的 歌手也是人 而已 你沒有禮貌 女貌? 沒有禮貌 禮貌啊 沒有禮貌去對人的時候 人家的情緒 有問題出現了 人家唱歌的表演 也不會做得好 最後損失的 也是一些慶眾而已 是不是 你都不開心 你舉完鐘 你自己開心了嗎 可能那個人是會開心的 是嗎? 你很帥啊 上了熱手之類的 但是事實上是 我不覺得 是需要這樣去對一個表演者 你不喜歡可以離場 不過那場演唱會 他們說到 中途有人是離場的 是的 我在香港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看陳奕迅演唱會 中途會離場 我真的一個都沒有見過 當然可能會有我看不到而已 總之我的見識少了 到底對於他轉身來講 是不是會更加好演繹到那首歌出來給觀眾聽到呢? 不去接受前面的中字呢? 他之前有做廣東話訪問的時候 都有講過自己的情緒 他就說應該要做好演繹好一首歌 自己太執著太緊張 其實是會處決於自己現時的心態 不關觀眾的事 我的反應是會影響其他的觀眾 其實是我做得不對 是不是辜負了一些觀眾呢? 總之是我不對 這樣說 這是他在之前的訪問 澳門那次 其實你聽明白就沒有聽 那次的道歉來的 所以 其實也很看得出 陳奕迅這個人 他是很大情大性的 不過他也是很緊張自己的音樂 對於音樂也有一定的執著 嗯 那就 看看大家怎麼看 有什麼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今天先說到這裡 就是這樣 拜拜 各位